北京时间8月19日10点,亚加达亚运过手金半生,在无数的男子长圈项目中,29岁的孙培元拿到9.75分,轻松夺冠,未免冠军,韩国名奖李霞星进的9.31分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是中国代表团联系五届亚运会拿下手金,孙培元是武术队中的大哥,或许大家对他不是很熟悉,但孙培元已经拿过全运会,亚运会,是锦赛冠军,上届亚运会,因为是在韩国人穿比赛,所以中国队让出了一些金牌项目给东道主,没有派人参加长拳套路的争夺,但在咬家打,孙培元发挥出色。 虽然动作稍有瑕疵,但整体连贯性很强,最终效量完成整套动作,拿到9.75分,赢得了现场的热烈掌声。 面对人穿亚运会这个项目,冠军海国人立下心的挑战,孙培元的实力明显占优,最终独冠毫不意外,亚迦达亚运会首金属于中国。 从2002年釜山亚运会开始,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五届亚运会拿下赛会首金。 2002年的釜山,中国花剑选手黄海斌虎口拔牙,2006年的多哈,2010年,德广州和2014年的人穿,中国代表团都拿下赛会首金。 如今,孙培元帮助中国代表团,拿下亚运会首金。